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9日 星期一 拍攝短片的時間正在掛八號風球 最新的風暴消息如何 據報八號風球至少掛到今早的11時 最新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昨晚也說車站那裡離開 現場有很多人無法回家 當時有些車開天煞駕 但另邊廂也有人疑在 現場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資訊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在昨晚11時50分 改發八號風球 至少維持到今早早的11時 所有日效今天就停貨 報到幾日內 問到八號東北列風或暴風信號 現證懸掛 天文台表示颱風小犬穩定向西移動 預料小犬相關的颶風區 正逐漸遠離本港以南海域 天文台會在晚上11時50分 改發八號列風或暴風信號 八號列風或暴風信號 會至少維持到今早的11時 另外也說說所有日效 上下午班 全日制學校等等 今天都會停貨一天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昨晚風大雨大 這一刻還在掛八號風球 最快到了11時 估計到其時 這個小犬有機會相關的颶風區 已經遠離本港 昨晚各大車站也很順暢 佳欣掛的九號風球實在太急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全灣西往元朗的熊男索價會200元 若客滿一程就收3200元 報道記者內文提到 昨晚7時改發九號風球 港鐵當時即時暫停 露天斷列車服務 當時仍然有不少市民在港鐵內 列車即時停駛 令市民操守不及 全灣西站有大量乘客制留 車站外面的的士站有至少200多人等車 01記者在現場採訪 發現除了白牌車開天殺價外 會位收200元 往團圓天的方向 另外亦有往元朗的熊男索價會位 2個水 雖則屬於天價的車費 但仍然有不少滯留的市民趕著搭車 若果以一格16座的熊男索坐滿客 會程已經可以收到 3200元 全灣西站外面 疑似有白牌車和的士 在那個站外兜客 司機向會位乘客索價幾個水 會開往團圓天等等的地方 更加有的士曾經向一名女乘客 開價1000元 不過她無法獨力支付 最終要和其他乘客一起上車 以分擔的車費 乘客戴先生說自己從機場下班 約6時到達荃灣西站 準備轉車回屯門 不過發現往團圓天方向 已經沒有列車服務 等了超過3小時 她無奈地只好在站外截車 不過發現荃灣往團圓天方向 竟然有司機 索價會位3至4個水 戴先生說 現在只有180元 我自己都不夠錢回去 要找人借錢 或者跟人夾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她就說 你叫她港鐵 找些免費車 車我們還好過 曾先生就說她下班後 準備回屯門 但只有屯馬線 往南昌方向有車 往屯門都已經無列車 她就說都等了幾個小時 被問到有沒有職員幫忙的時間 她只能夠無奈 所以說哪裏有人幫忙 另外港鐵通宵開放車站 被乘客避雨 曾先生表示 這裏的士站 每個都避雨 有甚麼用 都沒有車 而的士一到 就會被乘客欠先上車 據悉要多付兩塊水的車費 她就說 多付兩塊水都會給 只求儘快回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昨晚各區的情況相當混亂 尤其是以荃灣西站的現場消息特別多 紅軒會位索價兩塊水 若然車滿一車 16人的話 一程車已經賺了3200元 令B商說到的士也是這樣 白牌車也是這樣 但當時有車就上了 結果現場的情況當然是相當混亂 而且有些乘客都相當無奈 身上沒有錢 結果只能蓋炭在車站上 偶像一般 幸好到臨近12時 掛上白號風球 另外港鐵在稍後 那些列車服務才會回復正常 起碼他們不用在車站過夜那麼慘 不過當時由7時 搞到12時 期間都相當辛苦 另外見到有市民相當熱心 荃灣西站熱心的男子 二載往屯門 滯留的乘客就說好心人值得一讚 報導幾下的問題 受颱風小犬9號風球影響 港鐵即時暫停露天段的列車和輕鐵 那些車坐地起駕 即是的士、白牌車等等 不過人間有愛 有熱心市民到場易載 接載滯留的乘客前往屯門 他就說可以載四個人走 就說我自己的私家車載 我來載人的 有成功上車的乘客感激不已 就說非常好 這些是好心人 值得一讚 不過對港鐵服務非常不滿 他說自己上列車的時間 仍然未知道荃灣西站是終點站 結果一度被制留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當時有個別的市民 自己開車去到荃灣西站 幫忙再得一個得一個 相當令人感動 亦是香港人的精神 說昨晚很多市民都自救 有意災 亦有不少市民過了酒店 自己找位租房 想在酒店過一晚 另一邊商也說說這單熱話 話說有個乘客 都可以說叫做教訓的士司機 怎樣教訓 根據HK01的報導 8號風球的時間 的士說明要加收105元 乘客答應過後 這樣KO了的士司機 惹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報導的內文提到 那位乘客就在IG發佈了限時動態 講述事件 表示8號風球期間 他在網上預約平台電照的士 對方明言現在全部都要加105元 當時市主假裝答應 就說其實心裡已經在預演要怎麼做 上的士過後 市主見到的士的咪標已經預設增加了105元 他就說 我看到沒話說 然後司機問去哪 我就說目的地 直到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要收車錢 市主就和司機進行了一場博弈 市主問司機 標右邊的105元是什麼 為什麼要收我200多元 司機回答 現在全部都是這樣 加價 市主就表示 你這樣犯法 額外加錢收費 司機聽到過後 就說 想載市主回到起點 就說 我不收你錢 載你回去 不過市主不接受 反問 所以你這樣 是他在獲 並即時下車再問 你現在收還是不收 我只會給那個咪標上的價錢 事以至此 司機最終按標 收取市主的車費 市主又自己說 又幫香港的士司機上了一堂 鐵文英印尼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讚賞市主的做法 就是做得好 就說不跟咪標收錢的話 是犯法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雖然的士司機收取付加費不對 但乘客的行為也不值得鼓勵 就說要是上車前就說好 原價才想 這樣騙人的服務 就真的很差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網絡熱衛一則 這位市主就說 假裝答應了司機 就給那個付加費 結果到目的地的時候 就說 我不承認 你這樣收我錢的話 你犯法 司機說 那我載你去原委 那個人就說 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拒載我 結果司機都沒話說 真的 死死氣收回正常的車費 不過相關的做法 寫了上網過後 就惹來熱議 網友的意見 都兩極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過言 聊聊聊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的影片 繼續聊聊